钙钛矿发光二极管,光电子的革命性进展 近年来,随着钙钛矿发光二极管PLED的出现 光电子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 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PLED因其卓越的性能、低成本的制造 以及集成到各种电子设备中的潜力而备受关注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的原理 钙钛矿材料是一类晶体化合物 其特征是其独特的晶体结构 能够实现有效的能量转移和发光 PLED利用钙钛矿材料薄膜 作为夹在两个电极之间的活性层 当在器件上施加电压时 电子和空穴被注入钙钛矿层 重新结合,随后发光 钙钛矿成分的选择允许可调鞋的发射波长 跨越整个可见光谱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的优点 高发光效率 PLED表现出高发光效率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将很大一部分电能转化为光 这种效率可以超过传统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并接近无机LED的效率 可调鞋发射 钙钛矿材料通过调整其化学成分 提供广泛的发射颜色 使PLED适用于显示器 照明和光电设备等各种应用 低成本制造 与替代技术相比 PLED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且具有成本效益 钙钛矿薄膜可以使用基于溶液的方法沉积 例如悬涂或喷墨打印 从而消除了对昂贵的真空沉积技术的需要 灵活性和兼容性 钙钛矿材料可以沉积在柔性基板上 从而能够制造柔性和可搬区的PLED 此外 它们与现有半导体制造工艺的兼容性 允许无缝集成到其他电子设备中 挑战和当前的研究工作 尽管具有很好的优势 但PLED仍面临着阻碍其广泛商业化的几个挑战 稳定性 钙钛矿材料在暴露于湿气 氧气和热量时容易降解 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开发增强PLED稳定性的策略 如封装技术和界面工程 扩大规模和制造 要将PLED推向市场 需要开发可扩展的制造工艺 正在探索大规模的合成和沉积方法 以确保具有成本效益和可重复制造 独性 一些钙钛矿材料含有铅 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环境影响的担忧 目前正在努力开发无氢钙钛矿替代品 以保持高性能 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潜在的毒性问题 未来前景 PLED的潜在应用是巨大的 包括照明、显示器、可穿戴电子产品 甚至集成到建筑中 随着研究的进展 PLED的效率、稳定性和可扩展性有望显著提高 此外 将PLED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相结合的钙钛矿串联结构的出现 有望实现高效的全钙钛矿光电器件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 PLED已成为光电子领域的革命性进步 它们的高发光效率 可调携发射、低成本制造 以及与现有制造工艺的兼容性 使其成为传统发光二极管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 但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侧重于增强稳定性 可扩展性和环境可持续性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PLED有可能彻底改变照明 显示器和各种光电应用 为更光明、更节能的未来铺平道路